飆漲的股票你總是抱不住 崩鐵的股票卻也砍不掉 到底要怎麼樣才能戰勝投資心魔呢 它的量幾乎是這裡的兩三倍以上 也就是說這背後一定有什麼故事 永遠都買在最高點 永遠都買在最具有動能的地方 這個東西反而是最安全的 今天我們就找來有28年實戰經驗的Alumi 教授你波段操作最重要的交易心法 而且只要一招 竟然能爆到漲8倍的強勢股 一起來看看它是怎麼做到的 上完照我有練永春拳嗎 真的嗎 不要打我就好了 不會打你啦 是不是 那你知道練永春拳 有一個東西是一定要學會 什麼 叫聽巧 沒有聽過對不對 我連這兩個字怎麼寫都有點太好 聽就是聽見了聽 對 橋就是橋樑的橋 聽巧 什麼叫聽巧你知道嗎 就是我們人跟人這個 我們這個距離 我們這個短橋 就是橋就是人跟人之間的距離 那我跟Alumi哥之間就是長橋 就我伸腳才能夠的到的地方叫做長橋 好 那聽巧什麼意思呢 就是拳頭過來或是過來的時候對不對 你要去擋 架住那一瞬間 你要知道它力量要繼續進來 還是它會收回去 那叫聽巧 這樣還滿難猜測的 其實可以 久了之後你就知道了 像有時候你跟對方過手的時候 你就知道 所以我們就來流去送 甩手直衝 就是這樣子 所以聽巧是最重要 聽巧的時候 我們才能決定 接下來要做什麼事情 後來我發現 做股票好像也是一樣對不對 它這個大牌的市 或是外資這個力量過來的時候 那一瞬間你就要判斷出來 說這個 這個我們到底要做什麼樣的反應 所以上次講那個當沖那一集 說是那個點閱率非常好 對所以我今天就強力要求 我一定要來參加 因為我很注重點閱率 對 所以你今天也要來聽一下對不對 我們來練一下聽巧的功夫 對我們來聽一下聽巧的功夫 但是因為上次有一句話 我一直也非常在意 應該是網友留言的 他說什麼 停損要無感 對 什麼叫停損要無感 停損要無感 最主要是 像我一個朋友說的就是說 停損要像呼吸一樣的自然 自然 就是說因為我們每一次 尤其是在當沖交易的時候 我們一天可能下了很多次判斷 那我們希望說 每一次判斷都能夠對 可是不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如果錯的話 盡量縮減它的停損 就是說停損要越短越好 而且我們希望說 我們只是關注在行情上面 而不是在損益上面 這樣子金錢就會伴隨而來 就是說你只在乎行情 而不是在乎你跳動的損益 那你永遠都會 讓自己做最正確的判斷 那阿隆老師 你上次其實教了我們大家當沖 對 但是你又說散戶其實不適合沖沖了 那到底散戶適合什麼 因為大家覺得你上次教的新法 都很受用 而且尚華很喜歡當沖 我真的嘗試了 這樣子 因為當沖其實是交易裡面最困難的 因為它隨機性最強 那每天每一支股票都上上下下 那我假設如果說它一個漲勢 然後突然間有一個大戶 然後看它漲很多 然後就開始賣 那這個賣壓可能就會持續到後來 那變成說它漲勢就停止了 所以我們沒有辦法判斷說 它漲勢是不是會延續 所以它是隨機性很強 有時候快漲到漲停之後 收盤收在長黑的 負的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種東西隨機性太強 並不適合散戶 那除非有練過 對比如說我很自律 我就2%我就直接出場 我不要一定要賺到當天的最後的結尾 但是如果散戶比較適合的是做什麼樣的交易 散戶我覺得 因為我做過長線 然後短波段 然後當沖 極短線 然後也有做過高頻 也就是說我每一種都嘗試了之後 我發現最適合賞戶的就是一個中長線的交易 中長線 所謂的長線交易裡面有分存股 然後又有所謂的價值投資 然後也有波段交易 那波段交易跟這兩個有一點不一樣 波段交易它也是長線的 但是它是一個選時選點的 時效分析的交易 時效分析的概念就是說 你認為這個東西 這個股票可能會有一個比較大的漲幅 或者是跌幅 這個時候我們才進場 我們有一個概念就是說 一個Party要開了 我們不需要第一個進場 所以我們不用買在最低點 但是要知道哪裡要開Party 對 而且要知道說 這個Party是不是會如期的舉行 如果我們買了票到那邊結果沒有人 這個Party就是沒有舉行 這個時候我們要趕快回家 不然很可能是個騙局 就這樣待太久了 從頭到頭就你一個人在那邊 對 所以因為現在你看股市啊 就是你看今年2021年第二個交易日 就已經破到一萬五了 所以大家就想說這個存股好像 好像沒什麼用處 來做短的或做波段比較好 對 這麼高還存股嗎 在這個時候其實不適合做存股 對啊 那因為整個基期非常的高 所以說存股在這裡相對的風險會很高 那也不適合做所謂的價值投資 因為價值投資它有一個護城河 就是說它是打折的股票 對 那時候才適合價值投資 比如說危機入市才是價值投資的一個宗值嘛 對 它是屬於一個做均值回歸的概念 對 那波段交易每天都有新的波段出來 那現在我是比較建議是短期的小波段 譬如說三到七天 因為台股每一次上漲或下跌 大概都是以這個篩口為主 短波段的 短波段 也有長波段的 長波段可能就是一季 或者是五個月這種長波段的 那我們今天也會取一個長波段的概念 是 它波段該怎麼來選股 我們就請阿龍明老師 讓我們按圖所記 因為我們像這一支 這一支股票 我們先不說這一支是哪一支 對 我們在這裡看到的 其實我們完全不知道這一支 後來會怎麼樣 對 所以 但是它 如果我跟你講說 這支股票會漲八倍 漲十倍 你可能覺得我是神經病 但是呢 我們可以透過一些模式 我們可以去選擇到它 我先給各位三個概念 就是說我們要選波段的東西 空頭的時候 大盤空頭是最好選擇波段的時候 大盤空頭的時候 對 因為大盤空頭 所有覆巢之下五完軟 所以所有股票都會受影響 對 當它受影響的時候 像這種喔 就二月份 這是二月嘛 二月份也受大盤稍微壓下來 然後大盤在盤整的時候 它就往上拉 對 然後後來大盤崩跌它又跌下來 顯然這是受大盤的影響 所以第一個就是要跟大盤比 誰先回到大盤的起跌點 那可能就是未來的主流 然後未來的領導股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要跟自己比 那跟自己比 我們可以看到這裡 這是周縣 對 跟自己比的概念就是說 它必須 譬如說一支股票要漲五倍 漲十倍都有可能 那要漲五倍的股票 必須先漲一倍 要漲一倍的股票 必須先漲百分之二十 所以它跟自己比 必須要創新高 對 那新高的概念 就是說一個周期 那周期越長越準確 我們看這裡是 接近兩年的新高 所以當它突破了這兩年的新高 所以量就出來了 對 量就出來 那第三個就是成交量的確認 成交量的確認是一種印記 表示說這很可能是一個標股 錢是最聰明的東西 股票市場就是說 有錢它才會波動 有錢它才會漲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這個2019年初期的時候 它漲一波接近50% 可是它這裡 在這邊震盪的時候 它的量幾乎是這裡的兩三倍以上 也就是說 這背後一定有什麼故事 所以第一個 我們不是隨便去選這一支的 那我們可以透過 找到一些標的之後 我們再去追蹤 然後把我們做波段的SOP架上去 對 大概是這個樣子 不過其實我們可以看到 像剛剛那個日線圖 其實在這個疫情期間 大部分的股票 漲的樣子都是差不多這樣 然後你說這個量出來以後 我們就覺得說 那可能大家有在注意它了 那接下來我們要怎麼來看 因為很多老師就會跟我們說 我當初買在這兒你看 它已經長了兩個區段了 然後 對 一出聲勢大長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未來 態勢是怎麼樣子 因為我們 現在我們看到這個圖 那我們一般人 去做分析的時候 就會畫兩條線 趨勢線 趨勢線 你能畫出來的時候 其實趨勢已經快結束了 那我這裡有一個問號 就是說 後面是什麼 才是我們真的能夠 把分析的模式 轉換成我們的獲利 是 那我舉一個例子就是說 譬如說我哲青哥很帥 哲青哥很帥 我可以形容 濃眉大眼 然後鼻子很尖很挺 那耳蛋臉 那我就可以有一個概括 因為它就在我面前 股票在這裡 我也很清楚地告訴你說 你看趨勢 對 可是我如果跟你講說 我有一個朋友 某某某非常地帥 你在腦中裡面 說不出所以然 沒有辦法去形容它的帥 沒有具象 對 這個就是這個問號 後面是什麼 才是最重要的 對 大概是這樣子 是 所以這樣如果說我們要看 接下來Party會不會進行 對不對 做波段最重要的事 我們要注意的是什麼 它的精髓是什麼 做波段的精髓 就是在不確定性中 尋找確定性 所謂的不確定性就是說 市場很多東西是隨機的 那我們做波段表示說 我們不是當沖 當沖還比較好一點 就是說 它確定性比較明確 就是說一個賣盤 啪啪啪啪 那走了五分鐘十分鐘 這個是很明確的 可是波段我們隔夜 然後可能放三天 可能放三個月 在這三個月可能發生任何事情 所以它不確定性非常強 我舉個例子 就是說 有一個大戶 在當天買了很多 結果買到10點多 股票也順勢大漲 這個時候 他接到一通電話 老師打來說 你兒子發高燒39度多 趕快送醫院去急診 然後他這時候心就亂了 想說我買這麼多 那我減碼一半好了 啪啪啪啪 因為很急嘛 所以賣得也比較快 對 這個時候市場看 哇 這麼大的賣盤 賣出來了 所以他人走了 結果市場看 哇 這裡大戶在出貨 開高走低 開高拉高 然後又走低 殺低 結果晚上呢 大戶一回家 看到電視名嘴都在講 爆亮長黑 這時候他 他造成的 對 他造成 可是他不知道 不知道 對 他手中還有一半的股票怎麼辦 明天我要把這些賣掉 所以明天開盤沒多久 他就開始賣 所以甚至這種蝴蝶效應 連他自己都不知道說 這市場是怎麼樣子 對 可是我們永遠都分析 分析的東西就是已經發生過的事情 對 所以不確定性中尋找確定性就是說 我們必須要站在機率的角度上 什麼叫機率的角度 譬如說 20日均線 60日均線 站上均線 偏多 但不代表他一定多 只是說這個是機率上面來講 這個是偏多的 所有任何的指標 他都沒有一個決定東西 絕對的東西 只能說他偏多或者偏空 這是一個概念 如果我們把這些概念 加到我們的SOP裡面 那就可以製作出來 屬於我們自己交易系統的部分 對 那其實剛剛像阿洛米所說的 就是大部分在股市上面都是不確定性非常強的 對 有沒有一些比較明確的技術指標 可以幫助我們埋在起漲點的位置 技術指標 就是說我們的交易 就是說是一個正尾循環 正尾循環 正尾循環 那所謂正尾循環就是說 我們市場都要想要有聖杯 想要學習最正確的東西 對 其實那些東西就是已經實現了 譬如說趨勢線把它畫出來 你再去分析它其實是沒有用的 我們正尾循環的概念就是說 我們對未來一無所知 那我剛才有講到 就是說選擇波段股的一個基本的概念 當我挑到了這支股票 我要尋找一個啟動點 那啟動點就是創新高的地方 對 那當它創新高的地方 我們第一次就要try error 所謂的try error就是 我們嘗試著建立一個部位 建立部位之後 我們架設停損 未來預期它可能往一邊傾斜 但是我們不知道它怎麼走 都是問號 對 但是我們控制了風險這一側 那獲利那邊我們不知道 就讓市場來決定 對 所以如果市場決定了 把我們停損點到了 那我們就是錯誤了 由市場來證明我是錯的 對 趨勢假設就是說 如果趨勢是對的 那就不會點到我停損 是 這個東西就是說 你不斷的再重複 架設停損 然後讓市場去決定 是不是點到你停損 都是在重複這個過程 是 所以它剛才裡面講到說 整個政委的步驟裡面 第一個就是整個趨勢的猜測 對不對 然後第二個呢是趨勢的證明 所謂的趨勢證明就是說 當我們這個波段 我們事後才知道 譬如說長了八倍 長了五倍 可是跟我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是 我們一定要有部位在裡面 對 由市場去證明它 不然都是空口白話 過去都過去了 對 都糊爛的 就是說你看八倍十倍 管我們什麼事 對 所以我們在TRI-EL的過程裡面 就是建立部位 然後所謂的趨勢證明就是 讓損益來證明我是對的 假設我的趨勢的假設是對的 那我的損益就會正的 如果我的趨勢假設是錯的 那我的損益就是負的 那一直到可能市場證明我是錯的 把我的停損點出去 這種趨勢證明就是說 我一定要有部位在裡面 然後隨著部位 然後隨著趨勢去調整它 修正它 這是第二個法則 那譬如說 我們在這一個走勢裡面 它創新高的地方 大概在15塊多 對 第二天跳高 沒有殺回 這個是很強勢 這時候我們要嘗試建立部位 那建立部位 我們是不是要架設一個停損 TRI-EL 這個EL就在這個前一根的紅K 低檔區 啟動的低檔區 所以我們這裡有一個 買進嘗試的第一個 買進價格 然後這個是停損價格 所以交易它就是一個TRI-EL的過程 那後面你看到這個圖 後面是什麼 其實你畫不出來的 對 但是我們只能控制風險的這一側 所謂的交易的精髓就是說 這是一個不確定性的東西 那我們唯一可以控制的就是 我們確定的風險 到底有多少 是 但如果說趨勢 如果說我們都已經猜對了 對 然後也證明它說 就是這個方向了 我們要怎麼樣去加碼 我們每一次追蹤趨勢 一加碼 就要調整我們的 停損價格 ERROR的地方 對 就是停損價 所以當你初期建立的部位之後 你的停損價就永遠都保持 在那邊 那除非它一個很長的距離之後 你可以適時的調整 那我這一個地方有做一個 就是這個是我們在交易的地方 對 它又突破了一個新高 所以這時候就必須要第一次的加碼 因為我們原始倉是在這裡 啟動的地方 是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有曾經這一根紅K出現的時候 有移動停損到紅K的低點 因為Profit已經很長了 這時候我們在保護原始單的Profit 那一旦進到加碼的階段 就是移動停損 每一次加碼 就移動一次停損 那加碼移動停損的概念就是說 我一旦涉及了加碼 我就不能賠錢 對啊 因為平均購買成本就上升了 對 你的平均購買成本上升嘛 所以你必須在移動停損 必須移到哪裡 你的均價的上方 可是我第一次買10萬 我第二次在加碼的時候 我就追加那時候 我是要一樣10萬10萬加 還是20萬 然後再30萬40萬這樣 越加越重 還是越加越少 其實加碼的地方 是看一個人的風險承受度 可是有一個先決條件就是說 一旦你涉及加碼 表示你的原始倉位是對的 那對的你就不能再輸回去 所以 一旦到了加碼 你就不能輸回去 所以你 不管你加多少 你就是 把你的總張數 回推你的總成本 那因為你的總成本是 可以移動的嘛 譬如說我加的少 總成本就 還是比較低 比較低 加的多總成本就比較高 你的總成本 兩邊加碼跟原始倉位的總成本 你必須在設在停損點的下方 因為這樣一旦你點到停損 你還有一定的獲利 那如果說你的停損是設在 成本跑到它的上方之後 你就不會獲利了嘛 所以一旦我們涉及到加碼 這個就是不會再賠錢了 就是這種概念 所以你風險是可控的 但是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是 我們最怕的就是 你還是不知道什麼時候 填損出場 對啊 因為像這一支你加碼了 蠻多次的耶 對 因為這一支 它是一個趨勢 非常明顯的一個趨勢 那趨勢 到了最後 我們只是在追蹤趨勢 不然你思考一個事情 就是說 假設我一支股票賺了15% 這時候我心裡會動搖 可是它實際上後來證明 它可以跑到一倍 但是我15% 定存10年 就15% 多好啊 趕快profit taken 可是做波段交易就是 我到15%的時候 我以挪動停損 譬如說挪到8% 我給你一個適度的range 讓你去震盪 對 那我永遠都是在追蹤你 如果你能夠走到天涯海角 我就跟你走 對 那如果說你走到一半 就夭折了 這也會發生嘛 對啊 我就是用一個tri-error的一個 正緯的循環 架在那邊 我是錯的 這個趨勢已經不在了 或者說這個趨勢停止 或者是反轉 我就會離場 對 所以所謂的正緯就是說 tri-error 我如果是錯的 那市場來證明 那如果我是對的 市場給我獲利來證明 永遠都是有部位在裡面 你才能夠證明到你的部位 是不是對的 趨勢是不是存在 這種就是實戰 不然 漲一百倍也跟我們沒有關係 對 但是呢 最後面一定會證明是錯的 一定有一次錯的 一定有一次錯的 對 一定有一次錯的 那那個時候是什麼時候 我們決定要停地呢 像這邊一直追 我這裡 這裡會有加碼 然後有畫停損的地方 這裡你可以看到 這裡是第四次加碼 第五次加碼 每一次加碼 加碼了七次耶 綠色線就是每一次加碼 移動停損的地方 所以移動停損是有技巧的 移動停損 第一個就是 當你加碼之前的一個 大紅K的低點 或者是缺口 那個缺口的不要讓它回補 缺口的低檔區 就可以去做一個加碼 停損的位置 所以 它停損是有技巧在設的 那如果這個追蹤停損 沒有點到 那你可以持續的獲利 對 所以說 到了哪時候 第七次的時候 第七次是賠錢的 小賠 就是說 我們第七次跟第六次 其實 第六跟第七 這兩個加碼是break even 但是我們賺第一次到第五次 所有的東西就是說 假設你趨勢看對了 要如何賺大錢 就是不斷的去加碼它 在可控的風險裡面 去賺大錢 而不是說 我看對了 然後 short hand 因為沒有看對的時候 市場是不確定性的 我們一定要了解 市場是不可預測的 所以反正總之你的最後一次 就是賭錯的那一次 你就平利出場 但是其實Alomi 你在進場的時機 也通常是那支股票 創新高的時候 可是我們一般來說 還是會有點擔心說 我會不會我買在創新高 然後他就再也無法創新高 你一看起來就已經追高殺低 對啊 其實波段交易是這樣子 因為既然是波段 它就是有一個大方向 可能會持續很久 那持續很久 重點在於動能 就波段如果說一個長紅K 或甚至說跳高開 你看後面都還會有一段 這就是所謂的動能性交易 那我們剛才講的架構是新法 那其實裡面還有很多技術性的細節 不管你移動停損哪時候去追高 永遠都在買在最高點 永遠都買在最具有動能的地方 這個東西反而是最安全的 如果波段跑出來 但是一個盤區 它的偏高的地方 可能是很危險的 因為它是盤區 但是如果是一個波段啟動的時候 你不用害怕 是 所以最後你想要給這些散戶 或小支組 如果說真的他有心 要進來做波段 你有沒有給他最中肯的建議 就是說 錢準備夠 不要怕錯 try arrow 為什麼我們要try arrow 就是說假設你有100萬好了 對 那你一次進場 就是10萬15萬 那你的try arrow的部分 你的停損譬如說拉很大10% 那你15萬下去 一旦停損了 佔總資金只有一%多 所以你不會傷到 可是你要是對了 最後的加碼會讓你達到了100萬 然後一旦你賺錢 這個時候你已經 錢已經就擺在那邊 一賺定了 只是賺多賺少 總之我們控制的風險 是在小的地方 小的地方 而且是第一次有風險 第一次 加碼之後 風險就跟我們無關 是 因為我們的均價就是 設在black even的地方 對 這種概念 對 所以聽起來就好像 我覺得做波段就好像真的 就好像衝浪的時候 在海外選浪頭 只要站上一個對的 什麼知識都沒關係 就一定就上岸了 對 好 那看我們什麼時候 要上岸之前 總要先下海 對 好 謝謝阿露哥 謝謝 謝謝